中華文化講關帝 主持陳祖光 大家好 又是我 陳祖光 今天請到可sir來 剛才上一節我們講到 其實在警隊裏面 我們不要用滅關帝 因為信仰不同的見解 對於警署裏面的關帝有不同的理解 可sir可以繼續講一下這件事 其實就是慢慢演變到 因為警隊上層看到 這個樣子不如是制度化 所以後來出了一個指令 就說如果我們拜關帝 要向指揮官 即是每區指揮官的警司申請 他批准就可以拜 這個我也知道 因為我經常搞拜關帝 因為作為一個衝鋒隊的後勤支援的人 經常都是我安排的 所以拜關帝的申請 一般都不會不批 也沒有人敢不批 大膽一點說 沒有人敢不批 因為你不批 反響很大 因為基層警察基本上 沒有什麼宗教了 出更都會拜關帝 沒錯 升級也會拜關帝 遇到宜蘭也會拜關帝 沒錯 可sir 我知道 譬如這個事件 都有些趣聞 譬如說 不拜的也會拜 對 因為很多同事本身 沒有宗教信仰 或者沒有拜關帝的習慣 看到原來關帝爺 關二哥這麼靈 都有興趣加入 變成跟同事一起 另外就是後來警隊 都是非正式承認了這個習慣 是怎樣呢 我們每個警署裏面 都有一些游戲機 以前的波子機 或者賣器水機 賺了些錢 就放進福利部 即是拿來做福利 後來很多拜關帝的情況 由我們那個職員關係主任決定 又批一些錢 去資助同事拜關帝 是 那個是 我都記得是財政資金 財政資金 就是非正式承認了 可Sir 我們講到 我想全香港人 全世界人都知道 警隊拜關帝 已經是一個常態 正常的行為 沒有人會提出異議 也不會有人質疑這個行為 在我們的角度 在我們弘揚關帝慈善基金會的角度 就是因為關帝代表忠義人勇 基本上 跟宗教 我們首先撇除 宗不宗教擺開 他這種仁義 這種忠勇的氣度 是我們所有警察都尊敬的 而且也是引為己用 我們應該是提醒自己 要有這種質素 但在全香港裏面 又有一個奇特的現象 就是 黃大仙不是單單拜關帝話 我剛才說的黃大仙是黃大仙警區 Andy 你有些資料 我找到的資料 其實都是可Sir之前寫過一篇文章 在日漸時期的香港 息息元就被日軍佔用 在日本投降之後 港英政府當年就要回息息元 去遵守這個華人妙語條例 去登記註冊 很多善信只可以在外面拜 之後就衍生到有農曆大連初一 才可以上鄉拜祭 聽說他們當年有頭炷香 之後衍生到黃大仙警署 黃大仙警署在香港警署 一般會供奉關帝 黃大仙警署又會供奉黃大仙 跟監院有關 他是當時那個警署落成駐守的人員 他是當時黃大仙辭職的直理 他就安排了黃大仙 請進黃大仙警署去供奉 那個畫像是他指派下屬 他就模仿黃大仙字的黃大仙畫像去繪畫 所以黃大仙的警員 去供奉黃大仙是另一個傳統 所以會跟其他警署有少少不同 被搜集的資料都是可sir寫出來的 不如請可sir說一下吧 其實黃大仙警署 除了拜黃大仙也有拜關帝 是沒有影響的 黃大仙是因為當區 其實就是因為當年80年代 起黃大仙警署的時期 有一位是當時的警民關係主任 或者是警警關係主任的 李sir 現在他正在做監院 其實他的兒公 即是他媽媽那邊的親戚 當年是有份搞捉黃大仙的 他說不如我們請多個神進來 請黃大仙進來 有這樣的傳統在這裡 其實就是現在拜的頭炷香 其實就是跟當年英國英治時期 是壓制華人的這些有關 因為其實是1920年海源大罷工的時期 英國的政府就覺得 這幫華人又爛鬼 黑社會又等等 他懷疑所有華人都是賊 尤其是懷疑華人的廟宇 跟他的教堂不同 教堂是神聖的 你的廟宇全部都是賊 所以第一條例 就是要英國人去抽查你的廟宇 又要發牌給你 但教堂是不需要的 同樣的情況 教堂是不需要的 其實他就是把這些廟宇封了 所以當時黃大仙在捉獻的廟宇 是被英國人不給開的 你只可以做一個私人的道場 不可以讓公眾進入 到了三幾年的時期 當時很多善信 就向華人領袖請願 後來周俊年著時幫忙 就跟英治政府說 他說你給別人去拜一下 別人很想拜 就說年初一給你拜 開始就年初一投注香 同樣的情形 在二戰日本人走了之後 英國政府同樣 又是在華人櫃宇委員會裡面 同樣是要封殺華人的廟宇 也是不讓華人平時進入黃大仙 都要做私人道場 後來到五七五八年的時期 就給了東華三院館 慢慢開始投注香 以及把華人的廟宇開放了 因由是這樣 可sir 你這樣說 又解開我們很多儀團 為什麼很多儀團 我們經常覺得 在香港我們想去拜廟 去廟拜神 法國好像很困難 政府好像沒有什麼支持 而且你說想辦一個廟 又要得到廟宇管理委員會 或者是文青局的准許 而建一個教堂又不用 你喜歡建的 你怎麼建都可以 不過當然 可能當時這些西方人士 宗教比較有錢 又得到政策上的支持 所以容易一些 在權力核心裡面 讀書也是 原天主教學的神父很兇 他可以奉旨給分 某程度上 其實是一些不應該的 他給分你或者給你進去讀 其實是不公道的 因為在我的角度 拜關帝一定是中軍愛國 跟其他宗教 我有些看法是不一樣的 而且在97年之後 這個政策我們也看不到有改變 其實一直沿用至今 你想建一個廟宇都相當困難的 不是說容易的事 反而你說建一個教堂 好像沒有什麼限制 我覺得政府應該都恢復中華傳統文化的一些信仰 沒錯 其實這些信仰不是單單是宗教 這些信仰是我們對做人的道理 或者是一種比較道德上面的層面 而很可惜就是 有些政府部門也未必理解 理解我們中華文化裡面 中國人對仁義道德那種想法 這個我自己很大感觸 阿Sir你今天說了王大仙廟的喜悠 更加令我們有點嘆息 我覺得特區政府應該是 應該是否改變政策 支持多些喜廟 其實我們過往很多是受西方教育那些 很多時候受了教會影響 以為西方的信仰 首先我本身是天主教徒 以為是信爺教是高尚一點 而中國傳統的拜神文化是低級一點 其實是錯的 因為我研究很多中國歷史裡面 其實我們中國很多不是迷信 其實是我們文化來的 我們有幾千年的文化底蕙 比西方是高很多的 但是很多我們官員 就要多些學習這方面 然後其實我們是信應文情 看看民間需要些什麼 其實很多時候 迷信與不迷信是你信念之間 有時候心靈上的需要是很重要的 正如我們同事 即使外國人當時信天主教也好 基督教也好 同樣同事拜關帝的拜神 他是一起喝啤酒吃燒肉 同樣是這麼開心 同樣是一起支持的 一起破案一起出去做事 或者打暴動一起出去 這個是大家團結的心理 不是和迷信不扯上關係 其實有時候都會覺得 香港是一間標榜自由民主的地方 也沒有歧視 我們其實是不會有歧視的 我在香港生活也不敢覺得到 除非被外籍人歧視我 但是在宗教上 我們似乎看到政府的 97年前一定是 偏坦於西方宗教的建築物 但是97年後我們看不到 有一個很明顯的改變 其實是否和教育有關 其實是的 你見外國的全教 譬如基督教 他建一些教堂都好像廟宇一樣 因為他都要吸引信徒 其實我們很多的官員 以往都是讀天主教學校 或者讀香港大學 接觸都是西方文化多 而我可以大膽說一句 而我們官員裡面 了解中國文化的人 是不多的 這個我認同 我真的絕對認同 因為我們學文化的 當然以儒家文化為正宗 儒家文化裡面 我們所說的就是關帝文化 其實就是關帝的中義人勇 裡面 這一種是我們是說 人民精神的一種結晶 而透過這一種人民精神的結晶 我們就散化出去 無論是廟宇 無論是宗教 無論是詩歌 藝術 戲曲 每一樣東西都滲透著這一種人民精神 這個就是中華文化 就好像我們上個禮拜在這裡說 除了剛才所提到的 其實武術 然後我們日常生活的飲食習慣 然後去到我們的醫學 中醫 其實都是包含我們整個中國文化在裡面 沒錯 其實我們在說關帝 其實很多時候忽略了 我以為關帝一定是中武的 其實關帝不一定是中武的 其實我們山東有孔夫子 其實山西就是關帝 山西夫子 其實關帝裡面都是中文 也是中義的 其實不只是講打講殺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尤其是有些完全不懂 說黑社會在拜關帝 但是我告訴你 黑社會在拜關帝的時期 他做壞事不敢拜關帝 哈Sir 這個我的看法和你一樣 我覺得 如果你的組織和你的出發點是壞的 就算你拜關帝的關帝都不會保佑你 沒有人保佑你的殺人放火 以前我們拘捕一些大案 拘捕一些犯人回來 很多時候他可以很多話說在外面 在走廊上 我們帶他去關帝面前 就不敢亂說了 最近有一套戲 都挺熱的 叫做周處除三開 在內地都有一個億多的票房 其中有一幕就是在關帝面前問杯 他問了九次 九次都是道他向善 他就成為了現代版的徐三開故事 所以其實關帝的精神 或者我們叫做瑜伽精神 一早已經滲入了我們中國人的血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尤其是很多人說關帝文化很狹窄 其實你留意一下 不只是警察 不只是黑社會拜關帝 我們商界也有很多人拜關帝 另外補糧局也有關帝廳 當時認令的小朋友 是燒王子在關帝面前 而商界也很尊重關帝 其實關帝也另一個角色是財神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不要說 警察和黑社會拜關帝 起碼一樣來說 其實都是喜歡的 這是很重要的 黑社會很多是拜完關帝做好人 對 這個說法非常好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最後一節 好 好